陈平安瞪大眼睛 只见那块静心得意印 在砸中白衣少年的额头后 先是一个反弹 然后在空中凝滞不动 最后像是被人牵线一般 给扯了回去 只不过 那边扯线之人的力气小了点 静子印在空中 晃晃悠悠 高高低低 速度不快 陈平安追寻着他的诡计 看到自己和李宝平之间 玄庭内柄怀目剑 有一个身高跟尾指差不多的金衣女童 四肢趴开 躲在飞剑下边 手脚死死的孤注目剑 此时好不容易爬起来 站起身后 那模样玲珑可爱的金衣女童啊 站到了剑身上 她晕头转向 脚步跟醉汗似的晃来晃去 看来这趟玉剑飞行的经历 算不得如何美好 那方镜子印落在木剑上 印章有些沉 一下压得剑尾翘起 金衣女童整个人滑向印章 手忙脚乱 李宝平之前 同样没察觉到金衣女童的存在啊 此时见着了 只觉着有趣 便脚步欢快的飞奔过去 双膝微蹲 双手托住了怀目剑首尾两端 近距离凝视这个仕途躲避的小家伙 金衣女童愣了愣 似乎天性十分羞难 伸手捂住脸庞后 双脚变拢 笔直蹦跳起来 落地后 竟然身形没入了怀目剑 就此消失不见了 陈平安不明就里 不愿在这世上纠缠不休 沙哑提醒道 宝平 木剑丢给我 印章你先收好 李宝平立即收起好奇心 知道当务之急 是收拾那个姓翠的家伙 抓住印章后 轻贺一声 向小师叔使劲丢出怀目剑 只是小姑娘的力道 有些掌握不准 怀目剑有些偏离陈平安所占位置 转过身去 陈平安跟李宝平吩咐了一句 随即脚尖一点 一步跨向老水井左侧井口 踩在井口边缘上 精准握住木剑后 继续向前一大步 落地后 对着白衣少年的心口 就是一箭刺下 就在此时 陈平安手中怀目剑 露出金衣女童 上半截身子 渲染玉气 充满了后悔愧疚 对他使劲的摇头摆手 仿佛是要阻止 陈平安杀人 可是陈平安从接见到初见 极其果掘 一气呵成 等到金衣女童 现身的那一刻 木剑剑尖 已经抵住了 白衣少年的心口 陈平安因为 常年烧瓷拉批的缘故 对于力道的掌控 堪称精湛 哪怕有心收手 可是从体内气机运转 手臂肌肉伸缩 到木剑携带的惯性冲劲 都容不得陈平安 无法改变结局 一位背负棉布行囊的老秀才 突然凭空出现 还好还好 真是差点就给人印了一把 随着老秀才在千军一发之际 横空出世 少年催缠像是被人拎住脖子 往后一拉 瞬间站定 虽然仍是昏厥状态 但腰杆子挺直 站如轻松 顺势躲过了被陈平安 一剑穿心的下场 老人看着迅速后退的草鞋少年 一手横剑在身前 一手将李宝平护在自己身后 少年握剑的手法 生疏而别扭 大概就像是山野乔夫 握住毛笔吧 反正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老人感慨了一声 就是你呀 陈平安如临大敌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他轻声说 宝平 等一下你有机会就跑 不用管我 陈平安发现 李宝平扯了扯自己的袖子 三番两次 心中有些惊奇 侧身低头望去 怎么了 小姑娘脸色僵硬 抬起手臂 指了指陈平安身后那边 张了张嘴 口型好像是在说两个字 有鬼 父辈受敌 陈平安心弦紧绷 等他望去满脸呆滞 少年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 确定自己没认错后 背对着老秀才和白衣少年 既不敢明说什么 以免被人给偷听了去 反而害了这位神仙姐姐 可又实在着急 少年欲言又止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李宝平偷偷握住 小师叔的袖子 看了眼那个 和颜悦色的老人 又转头看了眼 那个神出鬼没的女鬼 比起上次建筑的 那个嫁衣女鬼 今夜这位身穿白衣白鞋 手里贴着一株 雪白色的 大荷叶 李宝平有点犯嘀咕 外边世道的女鬼 都这么清新脱俗吗 想当年大哥曾经被自己胁迫 不得已说了好些个 鲜血淋漓的鬼故事 那里边的什么 红粉骷髅啊 水鬼和妖啊 等等精怪鬼妹 那可动不动就 抛人心肝 吃人血肉 模样和作态 都是极其恐怖啊 哪会像眼前这位啊 比起先前那位 嫁衣女鬼 还要来的美丽动人啊 她身材高大 却依旧给人苗条蕴藏的天然美感 满头瀑布似的黑亮青丝 从身后绕至胸前 用金色丝巾挽了个结 显得尤为闲净端庄 李宝平只觉着眼前的高大女子 真是又高又好看 让她十分羡慕 小姑娘悄悄地踮起脚后跟来 可很快又灰心泄气地踩回地面 那高大女子眼中 仿佛只有陈平安 她笑眯眯地说 等下我们要跟人打架 不用怕那个老头 只会一些挨打的功夫而已 放心 这位姐姐不是坏人 是我们自己人 陈平安先安慰身边的李宝平 重新抬头后 终于忍不住小声问 不是说不能离开小镇吗 万一被各方圣人察觉 你怎么办 高大女子抖了抖手腕 手中那只荷叶轻轻晃荡 语气温和缓慢 她有一股让人心安的气度 你知道有个地方 叫莲花洞天吗 陈平安猛然记起宁鸟来了 他点了点头 以前有人跟我说起过 那里是道教祖师爷散心的地方 虽然只是三十六小洞天之一 但是那里的荷叶 哪怕最小的一张荷叶叶面 都要比咱们大黎京城还要大 女子玩耳一笑 没那么夸张 像我手里的这株荷叶 若是献出它的本相 就是差不多方圆十多里一些的面积 当然那里最大的荷叶 肯定比大黎京城要大上许多 这些荷叶能够遮蔽天机 简单说来 就是让三教圣人和百家宗师 都没办法发现我的动向 他看到陈平安满脸疑惑 微笑着解释 我们见面那次 当时我手里还没有这件好东西 是齐静春离开人间之前 去了趟天外天 找到道祖 跟那个老不死的一番讨价还价 才帮我讨要了这把荷叶伞 至于齐静春付出了什么 或不清楚 毕竟静这个本命字犯了忌讳 在道教的道统内部 有很多人对此心怀不满 所以可以肯定 齐静春离开这座浩然天下 那趟莲花洞天之行 代价不会小 说到这儿便是高大女子 眼神也出现了一抹恍惚 有些由衷佩服那名儒家门生 在齐静春从天外天返回人间后 他们有过一场闲聊 这张荷叶 是我去了趟天外天 从那座莲花洞天摘下来的 能够帮助你离开此地 同时不会惊扰天地大盗 不用担心圣人探寻 好事是好事 但是你就不怕 陈平安有了我在身边 变得肆无忌惮 以至于变成你 齐静春不喜欢的那种人 陈平安什么新星 我齐静春心知肚明 所以不用担心 陈平安仗势欺人 你就算从头到尾 都护在他身边 我齐静春都不担心 你就这么看好陈平安 你说呢 他可是我的小师弟呀 你跟陈平安是平辈 然后我认他做主人 所以你齐静春的言下之意是 不敢 想到这些 高大女子在心中 微微叹息 可惜 天地之间 少了个 齐静春 天不怕地不怕的 李宝平 破天荒 怯恶任 怯恶任 我只要是 高大女子笑着点头 是啊 比你好看多了 不但毫不客气 言语还伤人 红淼小姑娘 有些呆滞无言 陈平安满头冷汗 在陈平安身后那边 同样是一场重逢 老人瞪着已经清醒过来的白衣少年 少年回瞪过去 心想老子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还怕你坐身呢 老人先望向高大女子 后者点头示意无妨 老人这才望向那个少年 恼羞成怒的说 你催缠不是很聪明吗 现在再咱俩来复盘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我会突然失去 对那些文字的控制 让你能够从神魂之中剖离出来 又恰好跟那缕剑气蕴含的道义 打了个旗鼓相当 相互消磨殆尽 使得你当时冲出井底 有机会对陈平安使用杀招啊 你有没有想过 到最后你可能会被陈平安一拳打死 陈平安又同时被你重伤 少年催缠脸色阴晴不定 最后赌气一般撇撇嘴 故作无所谓 无非是儒家某一脉的圣人出手 有什么稀奇的 就连齐静春都心甘情愿 自己走进那个死局 落得一个束手待毙 我催缠被算计一次又怎么了 少年越说火越大 伸手指向那个穷酸老秀子 老头子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你最寄予希望的奇境春死了 心性最不坚定的蠢货马瞻也死了 还有那个姓左的就干脆彻底消失了 我催缠一样沦落至此 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 天底下就你文章写得最好 利益最深济世最久行了吧 人家雅盛听好喽 是雅盛文庙第三高的那位 他提倡民为贵君为卿 设计次之 你厉害啊 偏要说天地君亲事 雅盛说人性本善 好嘛 你又说人性本恶 你大爷 雅盛怎么就招惹你了 少年气得直跺脚 这个习惯性动作 其实与老秀才是一脉相承 那手指头啊 几乎都要杵到老人鼻子上了 更过分的是 人家雅盛年纪比你大不了多少 人家说不定还呆在人间 好好活着呢 老头子 你怎么就那么一根筋呢 你得着智盛先师 或是李盛老爷去骂架呀 指不定雅盛还会帮着你不是 你非要跟雅盛唱对台戏 我服气 老秀才默不作声 只是轻轻擦拭少年 喷他一脸的口水唾沫 自家人打擂台唱反调 小门小户的话呀 关起门来 吵架红脸根本不算什么 可要知道 一位雅盛一位文盛 这场惊动整座如门 所有学宫书院的三四之争 太过惊涛骇浪了 两位大圣人 尤其是在文庙前两位 早已不现世的前提下 几乎可以说 就代表了整个儒家 那个唯一座浩然天下 设立规矩的儒家呀 虽说谈不上出现 分崩离析的迹象 但是那几个隔壁邻居的当家人 见微支柱 洞见万里 能不偷着乐 之后 儒家内部出现了一场 隐蔽至极的赌约 失败者愿赌服输 自求于功德林 老秀才输了 就待在那等死 任由自己立于文庙的神像 一次次挪窝 最后粉身碎骨 但是当最得意的那名弟子 远去别州立扛天道 身死盗销 老秀才为了破开誓言 不得不跟所有圣人 而不单单是儒家圣人 做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约定 毕竟圣人是约 若是可以轻易反悔 那么这座规矩森严的天地 恐怕早就面目全非了 老秀才主动放弃那幅身躯皮囊 放弃儒教圣人的诸多神通 只以神魂游走天地间 老秀才等到少年双手插腰 低着头气喘吁吁 他问道 骂完了 是不是该我说说道理了呀 白衣少年凭着一口恶气直输胸义后 想起这老家伙当年的种种事迹 摧缠便有些心虚胆气 开始一言不发 老秀才叹了口气 齐静春夏棋是谁教的 摧缠立即昂首挺胸 老子 老人面无表情缓缓地说 我曾经跟你们所有人说过 跟人讲理之前 哪怕是吵架 甚至是大道辩论 都要心平气和 崔缠立即进入寒蝉 低声说 是我 他骑静春夏棋没悟性 输给我几次就不肯再下了 老人又问 那你夏棋是谁教的 崔缠不愿说出答案 老秀才冷哼一声 老子 崔缠一肚子委屈 恨得牙根都痒痒 老头子你懂不懂 什么叫以身作则呀 老秀才缓了缓气 你在教齐静春夏棋的时候 棋力跟我相比 谁高谁低呀 崔缠勉强道 我不如你 老人问 那你知不知道 齐静春学会了夏棋 很快就夏棋 赢过了我呀 少年愕然 倒是不怀疑老人 这番言语的真假 老人再问 知道齐静春私底下 是怎么说的吗 他跟我说 师兄是真喜欢夏棋 胜负心又有点重 我又不愿 夏棋的时候骗人 如果师兄总输给我 那他以后就要 失去一件高兴事了 少年崔缠 耿着脖子说 就算是这样 又如何 老人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训斥道 你呀 就是死鸭子嘴硬 从来知错极快 认错极慢 至于改正 哼 少年崔缠怒道 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老人瞪了他一眼 沉默便客惋惜道 马瞻的背叛 可能比你崔缠的谋划 更让小齐失望 崔缠吃笑 马瞻这种人 我都不稀罕说的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如果说我好歹 是为了大盗契机 为了香火文脉 那他呢 就为了那么点 书院山主啊 将来有望 掌握一座学宫啊 就为了这么点 虚头名利 就舍得同窗之仪 甘心做别人的棋子 也真是该死 老头子 当初你给了 齐静春一句 临别赠言 学不可以以 轻取之于蓝 而轻于蓝 这句话广为流传 我是知道的 但是你给了马瞻什么 老人淡然道 天地生君子 君子 理天地 可惜了 不知是可惜了 这句话 还是可惜了 马瞻这个人 崔禅讥讽道 马瞻带着那些孩子 离开小镇后 齐心与我的一枚棋子 相谈甚欢 颇为坦诚相见 就提到 关于离开 黎珠洞天 还是继续留下一事 他与齐静春 出现过一场争执 齐静春最后对他 说了一句 很奇怪的话 让马瞻有些惊吓 他说 君子时躯则躯 时身则身也 马瞻这个蠢货 在齐静春天翻地覆 慷慨赴死之后 还顺着私心 做着遗愿山主的春秋大梦 只有到快死的时候 才开了窍 总算确定 齐静春当时在学术 其实早就知道 他所作所为 只是一直不愿揭穿而已 仍是希望他马瞻 能够好好照顾那些孩子 马瞻真是后知后觉 两次被拖延敷衍后 终于知道万事皆休 他这辈子总算 唯一一次激起了 那么点难而血性 以失去来生来世 作为代价 伤了我那枚棋子 才使得那些孩子 能够返回小镇 最终 多出这么多事情来 这说到最后 白衣少年 越来越有气无力 老秀才 唏嘘不已 离珠洞天 诸多人和事 尤其是齐静春 坐镇的最近一甲子 天机被隔绝的 更加严密 齐静春 养老头 以及一些幕后人物 纷纷暗中出手 使得这座小洞天 变得扑朔迷离 变数极多 就算老秀才 都极难演算推演 那不敢说 推演出来的真相 就一定是真相 高大女子 温和的嗓音 轻轻响起 聊完了 崔离珍发现 老秀才脸色 有点难看 重重叹气 眼角余光 瞥见那女子 正望向自己 老人只得 磨磨叽叽地 摘下背后行囊 掏出一副卷轴后 轻轻地解开 绑腹卷轴的线绳 陈平安一头雾水 那高大女子 走到陈平安的身边 笑道 等下 你可以初见三次 他眯起眼 望向荷叶外的天空 缓缓道 等下我会恢复真身 你不用奇怪 最后他好像 记起仪式 歉意道 忘了说两个字 陈平安抬起头来 高大女子 看着他收敛起笑意 毕恭毕敬地称呼 主人 红棉袄小姑娘 虽然出现短暂的气馁 可她是李宝平安 很快就逗着昂阳 不动声色地挪开脚步 偷偷摸摸地 从高大女子的左手边位置 绕到她的身后 再走到她右手边 看看她的衣裳 瞅瞅她的大荷叶 李宝平觉得 还是好看 真是美 听过了崔禅的 骂娘和老人的训斥 陈平安 琢磨出一些意味来 可仍是不敢置信 咽了口口水 对高大女子小声 这位老先生 是齐先生的先生 是那什么文圣 儒家的大圣人 难怪这一路走得如此跌宕起伏 会遇生带斗笠的阿良 风神庙的陆地剑仙 当然还有这个姓崔的 高大女子笑着点头 是这样 女子真身 是石拱桥底下所悬的老剑条 孕育而出的剑林 在近万年的漫长等待期间 她曾经亲眼见证了 最后一条真龙的陨落 那场可歌可泣的落幕之战 三角和柱子百家的大炼气势 连魅出手 仍是死伤无数 战死之人的尸体 如鱼落大地 魂魄凝聚不散 连同真龙死后的气韵 混淆在一起 最后造就了黎珠洞天 却被她视为 赤童打架 孩子儿戏 这位剑林从头到尾 全在冷眼旁观 偶尔眼前一亮 就偷偷拾取几件 漂亮好看的物件 神不知鬼不觉 她本以为自己的余生 要么就是睡觉 要么就是打着哈欠 观想着那些 气势辉弘的远古遗址 在其中飘来荡去 比孤魂野鬼还不如 就这么一点一点 在光阴长河里随波逐流 等待灵气涣散殆尽的那一天 但是在黎珠洞天破碎之际 她挑中了陈平安 作为第二任主人 不是天生大剑仙坯子的宁瑶 不是来历不足的马苦玄 更不是什么谢时曹熙 这些土生土长的小镇天才 这一切 齐静春功莫大焰 先是那一夜 齐静春独自一人 哭作廊桥道天明 就在那块风生水起的匾额下边 为的就是说服她 睁眼看一看 倪平像少年 哪怕一眼也好 其实剑灵的第一眼感觉 是没感觉 她实在是见过太多太多惊奇了 所以她无动于衷了 对她而言 黎珠洞天破碎下坠也好 天道反哺百姓遭殃也罢 对她没任何影响 可她确实有点好奇 齐静春这么一个 被誉为有望立教称祖的读书人 为何偏偏选中一个 连书都没读过的孩子呀 所以她在那天之后 多看了少年几眼 仍是没觉得如何呀 后来她实在无聊 终于记起在齐静春离去之时 凭借小镇圣人的身份 截留下了黎珠洞天 最近十多年光阴长河之中的一泡水 她被齐静春以大神通捞取起来 放在廊桥底下 于是她有一天呢 闲来无事 总得找点事情做不是吗 便开始献出真身 悬停在廊桥底下的水面上 她一边梳理头发 一边关水 全是那个泥平像少年的点点滴滴 有浮现千里的幕后谋划 有市井巷弄的鸡毛蒜皮 有包藏祸心的善举 有无心知举的祸事 有家常离短 有悲欢离合 有伤心诚心 有人生 有人死 她觉得挺有意思 比看一群孩子打打杀杀 围殴一条小虫子 有意思多了 比如屁大点的孩子 背着差不多有她半人那么高一个大背楼 说是要上山采药去 然后还没上山 就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又比如孩子站在小板凳上 手拿着锅铲子碎碎念 今晚一定要烧一顿好吃的 不嫌不淡刚刚好 还比如 那个跑着离开糖葫芦摊的孩子 一边跑一边流口水 只能努力想象着小时候尝过的滋味 最后比如那个孩子为了活下去 大中午都在溪水深处钓鱼 全然不知神仙难钓中午鱼的道理 晒得比黑炭还黑 剑灵知道这些皆是苦难 但是她又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难熬的苦难 因为剑灵曾经跟随她的主人征战四方 尸山血海满地神奇的尸骸能够堆积成山了 那些大妖的妖单能够一次性穿成糖葫芦 吃起来嘎嘣脆 那些画外天魔的身形遮天蔽日一箭摧破 所以齐静春再次找到她后 她仍是不愿点头 只是齐静春这么会说道理的圣贤都无计可施的时候 齐静春重新收回了那一泡光阴水 在廊桥上轻轻倒入龙须溪水 那些画面缓缓流淌 从为了送信身形聪聪的少年陈平安 最后回到在神仙坟里 祈求娘亲身体平安的孩子陈平安 齐静春在倒水的第一时间 就决定不再坚持说服剑灵 她开始走向狼桥一端 恰恰是她大师所望的最后关头 有一句无心之语 总算略微打动了铁石心肠的剑灵 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啊 剑灵不动声色 那泡水即将全部融入溪水 最后一幕是孩子在泥平像与父亲告别 爹 物虚岁 是大人了 剑灵望向那个背影 让他走一趟狼桥 如果他能够坚持前行 我可以考虑 齐静春震惊转头 随即开怀大笑 他使劲地点头 我相信陈平安 请你相信齐静春 男人大步走下狼桥台阶 两只大袖子晃得厉害 仿佛里头装满了 齐静春的少年时光 剑灵被少年的一句话 打断了他的思绪 少年小心翼翼地问 既是齐先生的老师 那我们能不能不打 剑灵松开手中的雪白荷叶 他先是飘向高空 然后一瞬间变得巨大 足足撑起了方圆十里的广阔天幕 他摇头说 为了齐先生 你必须要打这一架 陈平安挠了挠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既然跟齐先生有关 你又这么说了 我相信你 少年停顿了片刻 眼神坚毅 凝视着高大女子 咧嘴一笑 打就打 高大女子会心一笑 他转移视线 望向那个还在拖延的老头子 为了解开那个绑腹卷轴的绳结啊 就花了大半天的功夫 这会儿还在那儿嘀嘀咕咕 我曾将纸质都躲在书斋里做学问 错过了很多呀 走出功德林后 就想要尝试一下以前不敢想象的生活 比如痛快喝酒 跟人粗脖子吵架 吃辛辣的食物 光膀子下水游泳 就这么一路走过了很多地方 见试过很多名山大川 高大女子打趣道 文圣老爷还没完呢 脖子横竖挨一刀 呃是一剑 哼 你这么拖着毫无意义 老人兴兴然的说 我这不是等着你们俩改主意吗 老家伙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老秀才黑黑一笑 老家伙 他笑容越发的温柔 我气下了 老人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打就打 谁怕谁啊 真以为我打架不行啊 那只是对比我吵架的本事 老秀才总算解开了绳截 手腕子一抖 那幅画卷啪的一声 横向扑展开来 斜斜坠向地面 老人一手持画卷这一段 这幅山河长卷是真的长 瞬间铺满了水井四周的地面 陈平安先前想要挪步 被高大女子按住肩膀 让他不用动 胆大包天的李宝平干脆就蹲在地上 仔细观摩起来 不忘伸手这里戳戳 在那点点 加上站在老人身后的少年崔蝉 这时帮老秀才捧着行囊 老人轻贺一声 手 依旧是老水井这边 蹲在地上研究那些山山水水的李宝平 默然惊醒 铺在地上的画卷 没了 而且小师叔和那个脾气不太好的女鬼姐姐 以及先生的先生 他该称呼为师祖的老人呢 一起消失不见 他抬起头望去 恢复成了一只卷轴 安安静静地悬停在空中 少年崔蝉对此不感到奇怪 站在原地乖乖地捧着行囊 一脸哀莫大于心思的愤懑表情 红苗小姑娘猛然站起身来 高高举起那方印章大声问 姓崔的 我小师叔呢 你不说我拍你啊 我出手揍人 从来没情没重 不小心拍死你 我不负责的 崔长看了眼小姑娘脸色漠然 点了点头 你拍死我算了 挑衅是吧 那白衣女子也就算了你 这个坏蛋也来 李宝萍愣了愣 然后大怒 二话不说 一阵撒腿飞奔 绕过画卷之后 个子比白衣少年矮的他 一个身形敏捷的跳跃 手中的印章 啪的一声 重重砸在崔蝉的脑门上 少年催缠满脸的匪夷所思 眼神痴痴 伸手摸了摸更加红肿的额头 他突然就丢了行囊 蹲在地上抱着头喊 这日子没法过了 谁都能欺负老子呀 小姑娘没来由有些愧疚 握住印章的手绕到身后 将作案工具悄悄藏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研究那画轴 希望能够把小师叔找出来 却说陈平安 他环顾四周 有点类似当初被剑林第一次 扯入水底 四周皆是茫茫虚无 因此衬托的某些食物 显得格外实在 比如眼前远方 有一堵高墙 不管陈平安怎么伸长脖子 都看不到墙壁的尽头 站在他身边的白衣女子 伸手握住那把被金色丝节 挽在一起的青丝 他笑道 这既是在山河眷里 也是在文圣的意识之中 说起来比较复杂麻烦 你只要知道 在这里出见 你我都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这也是我为什么 要答应老头子的一个原因 要不然 当时就在河畔大崖上开打了 他另外一只手 突然按住陈平安的肩头 现在这里是太近了 所以你看不到真身面貌 我带你后退一下 先退个八百里好了 陈平安感觉 整个人都在风驰电车 倒退出去不知多远 最终站定后 少年顾不得身体的不适和气腐的沸腾 张大嘴巴望向那座山 八百里之外 遥遥远望的一座山 还能如此之大 家习遥远望的一座山 跟他比起来 应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土堆呀 高大女子脸色素目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闻圣答应在这里打架的话 可以给你一点额外的待遇 陈平安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有些口干舌燥 啥 他凝视着少年的那双眼眸 在这里 你初见之时 会拥有类似石镜炼器式的修为 当然 这是假象 但却是极其真实的假象 我希望你置身其中后 能够仔细体会 这对你将来的修行 没什么用处 他自己被自己逗乐了 忍俊不禁地说 好吧 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一件事 别光顾这炼拳 尤其是老觉这炼拳 就是为了活命 那也太没出息了 怎么可能志向 只有这么点大呀 你想啊 你是谁呀 陈平安呆呆地回答 陈平安 答非所问也就算了 关键你不是陈平安 还能是别人吗 那女子弯下腰 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除了是陈平安 还是我的主人呢 少年有些难为情 大山之巅 有老人愤愤道 好嘛 之前急得很 现在不急了 剑灵深深呼吸一口气 指了指那座山岳 那是中土神州最大的一座五岳高山 陈平安 陈平安点了点头 他望向远方山岳 眼神炙热 那么 如果有山岳挡住你的大道 你该怎么做 陈平安轻声说 爬过去 剑灵嘴角翘起 并不恼火 又问 但是当你手中有剑呢 陈平安想起自己手持柴刀开路的场景 他问 开山而行 剑灵大笑 对 高大女子大踏步向前走出 站在陈平安的身前 她伸出并拢手指 在身前由左到右 缓缓抹过 一点极小极小的光亮 在最左边的位置 骤然爆开 如日当空 然后一直蔓延向右边 刺眼至极的光亮 每多绽放一寸 高大女子的身影就暗淡消失一份 最终 陈平安看到前方悬停着一把无鞘长剑 像是等人握剑已经千万年了 光线已经散去 少年缓缓前行 握住了长剑的剑柄 一瞬间 握住长剑的草鞋少年 只觉得天翻地覆 所有气腹窍穴都在震动 身体四周气流紊乱 吹拂得少年几乎睁不开眼睛 陈平安闭上眼 心有灵犀 同行 常见疯狂阐明 如秋缠在最高之头 对天地放生 老秀才站在山顶一块巨石上 山风吹拂 双秀飘荡 烈烈作响 此时迎风高丽的白发老人 哪还有半点寒酸气啊 老秀才望向八百里开外 骤然亮起的那一点光芒 哪怕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仍是让老人感觉有些刺眼 老人微微点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 虽然见风比起传闻要顿了许多 但是内里蕴含的锐气 衰减得不算多 厉害 真是厉害 有悠然万年时光 沧海桑田 还能够拥有如此分量的精气神 但是 老秀才很快笑道 我会凭借此山 让你们知难而退 打架这种事情啊 终究是能少打就少打 伤何气吗 老人脚下的这座被他观想入化的山岳 个头大到不能再大 九大洲里版图最广的中土神州 有大岳名为碎山 山是磅礴 可谓拔地通天 山顶有至圣仙师 首书碑文 天下独尊 有李圣牙克 五岳之祖 有道祖坐下首途留下 刚风徐来 有兵家圣人 以首指克就的 唯我武当四字 仅是各大洲历朝历代的帝王 来此风禅告天的祭文十克 就多达一百八十余块 草传历楷皆有 这些充满玄机的文字和崖壁 一直从碎山之巅的登天台 往下延伸到半山腰 名胜古迹几乎随处可见 老秀才眺望那抹璀璨见光 有些讶异 先前第一次出现在老井口 看到过陈平安的握剑首饰 实在是不堪入目 连老秀才这么对武学不讲究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这一刻 看到少年横剑在身前的握剑姿态 老人只有一个感觉 稳 少年握剑的手很稳 心很静很定 所以整个人的神魂意气更稳 高大女子将所有剑意 灌入住老剑条之后 下一刻 以更加虚无缥缈的身姿 悬之又悬的气象 直接出现在少年陈平安的心弧之上 金毛赤足 当他脚尖轻轻点在弧面上 泛起涟漪阵阵 于是少年就响起了一阵心声 他的温暖嗓音响彻少年心扉之间 不用着急出手 先适应实境练气式的感觉 所谓的剑术招式 不过是那么几种 变不出太多的花样来 这就是后世江湖 与山上仙家的区别所在 练气是练气 养恋合一 孕育出来的剑意 有千千万万 有深有浅 有高有低 若别人是水井西界 你是那胡则江河 自然胜别人千倍百倍 剑气长短 则取决于体魄气腑的开拓近况 气腑洞开越多 潜力挖掘得越深 别人只有一座下等伏地 你却拥有了全部的洞天伏地 两者之差 天壤之别 经脉如道路 越坚韧宽阔 那别人是独木桥扬长路 你是那通天大道 如何能够跟你争胜啊 他环顾四周 看到少年那些心境景象后 满脸笑容 轻声问 听懂了吗 少年正在艰难适应着实境修为的感觉 加上身体四周气流紊乱至极 连眼睛都睁不开 更别提开口说话 好在他告诉他只要心中默念就行 这少年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听得懂 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做 那剑灵竟是半点也不意外 哈哈的大笑起来 陈平安不明就理啊 继续去竭力适应实境练气室的自己 那种古怪感觉 说不清 道不明 就像饥肠碌碌饥饿之人 突然肚子里填满了大鱼大肉 半点缝隙都没给留下 所有的气负都给撑开 那股原本仿佛是一条 游走火龙的本源气机 一下子从针线大小摇身一变 像是成长为体型夸张的泥臭大小 在全身经脉迅猛游液 横冲直撞畅通无阻 中途不断裹挟着各座气腹教学的气机 滚雪球一般 那架势啊 感觉不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蛟龙 就不罢休啊 体内澄澈如琉璃 躯干经络伸展舒张 如金枝玉叶 真气无垢 反谱归真 尝试久生 这一个个林守医 曾经提及过的说法 依次浮现在陈平安的心头 心壶之上 剑林轻声道 还差一点意思 剑修到底不是寻常的炼气士 然后他仰起头来望向远方 透过这座陈平安的单式心境 直接望向那座山巅的巨石之上 笑问 你说呢 要不然你厚着脸皮搬出这座醉山来御敌 未免太过圣之不武 要你们输得心服口服便是 老秀才心领神会 爽朗大笑 稍作犹豫 微微收敛视线 眼光在整座山岳上游移 最后视线凝聚在一座崖壁之上 上边有远古剑修 以充沛剑气写旧的一幅奇怪字帖 正是中土神州引来无数剑修观摩 甚至不惜在崖下注颅感悟剑道的飞剑铁 拿去便是了 能拿多少啊 看你的本事 左小子当初跟你一般尚未正式学剑 无意见登山砍崖观字 这一看便拿住了六个字 习剑的天赋资质如何 立竿见影 剑修之中啊 天才辈出 可天才也分大小 五字必成陆地见先 陈平安 且看你根骨如何 只见老人一挥袖子 山崖石壁上七个古谱大字 飞出崖壁 略向八百里外的陈平安 转瞬即至陈平安的身边 已经变成了八正大小的古转 金光灿烂 熠熠生辉 一个个字围绕着陈平安四周 飞快旋转 只是到最后 竟然一个字都不愿意靠近陈平安 距离越拉越开 越来越远 终于干脆掉头 飞掠而返回 老秀才看到这一幕后 既尴尬又愧疚 他喃喃道 弄敲成拙了 小平安 对不住啊 我哪会想到这些字如此不给面子呀 踩在陈平安心湖上的女子冷哼一声 老秀才善笑 棘手 真棘手 这可如何是好啊 无妨无妨 我再换一个更省心省力的法子便是 难不倒我的 我与碎山山神那可是老交警了 他有什么家底 我是最清楚不过 实在不行 我就 那七个字看不上我 我不奇怪 就在此时 陈平安睁开眼眸的一条缝隙 不再以心生与高大女子对话 而是直接说出了口 而且其实 我也不想要他们 真的 剑灵心头一震 少年加重力道 握住手中长剑 缓缓倒 我练拳的时候 一直有种感觉 就是练到最后 出拳会很快 甚至觉得是最快 现在有你在我身边 我觉得足够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字 接下来这一剑 会很快 相信我 一定会很快 剑灵女子 微微点头 老秀才也是愣了愣 这口气 真像小齐少年时日啊 老人眼中有笑意 却故意扯开嗓子冷横 我倒要看看 这一剑能够让你小子的十净修为 是发挥出十一净还是十二净的实力啊 这平安可别拖后腿啊 到最后只展露七八净的实力 来来来 这一剑再不递出来 黄花菜都凉露 老人调侃完少年后 便盘腿而坐 施家有言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侍 今日拔士君 谁有不平事 可天下有那么多不平事 欠却只有一把呀 老秀才撒人一笑 不再有这些伤春悲秋的情绪 幸灾乐祸的说 再说了 别人是十年磨一剑 陈平安 你手里那把剑呢 得有一万年喽 陈平安几乎和高大女子一起沉声道 走 陈平安开始向前狂奔 少年竟是拖剑而走 将这一切收入眼底的老秀才 只是笑着摇头 少年昂首向前飞奔 少年高高跃起 一剑劈砍而下 万籁俱寂 没有照耀天地的惊人见光 没有气惯长虹的剑气 但是这一瞬间 山巨石之上 原本坐北朝南的老人 侧过身而坐 新湖水面上 女子突然就那么坠入湖底 闭上眼睛缓缓倒 一万年了 秋炉客栈水井旁边 一直在研究画轴的李宝萍 突然瞪大眼睛 他惊讶地喊 画轴怎么多出一条裂缝了 一直坐在地上发呆的催缠 斜撇一眼小姑娘和画轴 没好气地说 就算天塌下 这幅画卷也不会有丝毫折损 知道什么叫天塌下来吗 中途神州曾经有个无名士 一剑就将天河筒穿了 直接将一座黄河洞天的 无穷水流引下来 远远看去 就像天幕破开一个大洞 水哗哗地往下掉 这才造就出了天下石井之二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 以及位于彩云间的白地城 白地城的城主内可了不得 是少数几个胆敢 以魔教道统自居的萧雄 风流得很 我曾经有幸与之手谈 就在白地城外的彩云河之中 被誉为彩云时局 数多胜少 不过虽败有荣 毕竟内感邪有 凤饶天下奇先的旗帜 已经在白地城城头 树立六百多年了 有资格跟城主对异的旗手 屈指可数 小姑娘不爱听这些有的没的 她气闹道 你说这么多显微什么呢 我说画轴破了就是破了 如果我赢了 我就用印章 在你脑门上再盖个章 敢不敢赌 赌博 崔蝉立马来了兴致 颓丧神色一扫而空 猛然站起身内 拍了拍屁股 我赢了如何 李宝平大方的说 小师叔如果从画卷里出来 还是要坚持杀你 那我回头帮你收尸 你说吧 要葬在什么地方 咱们小镇神仙坟那边如何 我经常去 那里的路比较熟 能省去我许多麻烦 崔蝉咫压咧嘴 伸手道 打住打住啊 如果赢了 你帮我说服陈平安 不但不可以杀我 还要收我做弟子 之前离开老水井的瞬间呢 他被齐静春的静心得意印 重重砸中额头 彻底打散了这副皮囊的 最后一点耗然气 从武静修士 真真正正跌落为凡夫足子 果然如齐静春当初在小镇 原是老宅所说呀 一旦不知悔改 自有手段 让他摧缠吃苦头 但是东宝平州大事如此 大离南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况且崔蝉自身所走的大道 没有回头了 容不得退缩半步 因此哪怕当时就确定 齐静春流有后手 崔蝉还是该如何做 就如何做 至多就是行事说话 更加小心一些 但是不管如何 少年崔蝉也好 身在京城的国师崔蝉也罢 不管如何性情奸诈 嗜血成性 城府厚黑 愿赌服输 这点气量 从来不缺 这一点 从拜师入门求学生涯开始 到沦落一个小小的 宝平州北方满溢的国师 崔蝉从来没丢掉过 李宝平摇头说 哪怕我是碧莹的 也不会答应你这种事情 崔蝉眨了眨眼 这种买卖都不做 以后怎么成为 山崖书院的小夫子 女先生 李宝平一脸比仪的 看着这个西年的师伯 小姑娘说过了自己的话 像是打死了 盘踞在新路上的拦路虎 她可是从来不管收尸的 一个蹦跳就过去了 搜一下跑到了 不知名的远方 去寻找下一个对手 哪怕是先生齐静春 曾经对此也很无奈 小姑娘仰起手臂 晃了晃手里的那方 颖白印章 怕不怕 崔蝉呵呵一笑 山野长大的小丫头骗子 何不跟你一般见识 李宝平缓缓地收回手臂 朝着印章撰文呢 轻轻地哈了口气 有了准备找地方盖章的迹象 崔蝉咽了口唾沫 李宝平 你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呀 大家都是儒家门生 君子动嘴不动手 我们可是有同门之仪的 再说了 你就不怕小师叔 看你这么骄横 半点没有大家 闺秀的贤淑雅境 以后不喜欢你了 李宝平开心地笑 小师叔会不喜欢我 天底下小师叔 最喜欢的人就是我了 崔蝉叹了口气 可是总有一天 你的小师叔会有最喜欢的姑娘 小姑娘毫不犹豫到 那就第二喜欢我呗 还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崔蝉一脸看神仙鬼怪的表情 这也行 小姑娘突然露出一模一样的表情 望向崔蝉身后 崔蝉转过头去 以为出现了什么意外 当下他这副身躯 可经不起半点折腾了 但是一瞬间 崔蝉就心之不妙 身后空无一物 并无一样啊 一方印章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拍在他额头上 打得崔蝉当场就厚仰倒去 倒地过程中 少年崔蝉悲愈欲绝 这他妈是第三次了 仰面躺在地上 崔蝉怒道 李宝萍 你再敢拿印章偷袭我 打一次 你就要从第二喜欢调到第三 以此类推 你自己颠扔着办 我崔蝉好歹当过儒家圣人 说话怎么都该剩些点分量 物为言之不欲 这些当然是色力内忍的骗人话 儒家圣人确实有口寒天线的神通 可对于所传承文脉文韵的要求 以及自身浩然气的温养 极为苛刻 如今崔蝉除了那个方寸宝物里头储藏的身外物 以及一幅金枝玉叶的皮囊 其余就是两手空空了 雪上加霜的是 方寸物就像是天地间最狭小的洞天 哪怕是神意与方寸物相通的主人 对于炼气室的境界 那是有要求的 崔蝉身上的那个 就需要本人是最低五镜修为 至于其他人强行破开的话 则需要强十镜 比如兵家剑修之流 至于十一镜修式 打开就很容易了 道理很简单 方寸物就是自己家 但是门上上了锁 五镜修为就是主人手里的那把钥匙 一样需要开锁进门 那如果是盗匪毛贼想要破门而入 不是做不到 但是难度很大 当下崔蝉体魄极为孱弱 神魂身躯都是如此 连寻常的文弱少年都不如 将来如果条理得当 才有可能恢复正常人的气力 至于修行一事 就真要听天由命了 得靠大机缘和大气韵 但是崔蝉觉得 以自己这一路的遭遇来看 能活着当上陈平安的徒弟 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十二镜的儒家圣人 跌到十镜修士 再跌到五镜 最后跌到不能再跌的凡夫俗子 崔蝉觉得自己的人生 真是大起大落 可李宝平不管这些 还敢威胁我 这家伙不计打呀 连李怀都不如 李宝平气得飞奔过去 蹲下身后 对着少年崔蝉的脑袋 就是一阵迅猛的盖章 雷厉风行 急风咒语 让人措手不及 就连崔蝉这般心性坚忍的人物 在这一刻都觉得生无可恋 毕竟对手只是个小姑娘 而不是老秀才 齐静春这些家伙呀 山河画卷之中 轮起手臂一箭劈砍下去的少年 落地的时候就失去了意识 被恢复真身的高大女子抱在怀中 他小心地扶着陈平安 一起席地而坐 双手轻轻搂住身形消瘦的少年 因为金丝结挽住的青丝 垂在胸前遮挡住了少年的脸庞 他便伸手甩到了背后 低头凝视着脸庞有黑的陈平安 他突然抬起头 神色有些讶异 属于一方圣人静置地界的画卷内 出现了一道极其高大的金色身影 屹立于碎山之巅 像是在跟老秀才对话 便是见惯了天大地大的女子 也觉着这位不俗之客 尾时不容小觑 老秀才大概是不愿意对话泄露 隔绝了感应 他对此不以为意 重新低头 看着酣睡的少年 微笑着说 若是以后成了练气室 皮肤白回来 其实也是偏偏少年郎 算不得俊美 可一个端正灵秀 是跑不掉了 大跃山顶 原本高达千丈法像的金色神人 落在山顶后 便缩为一丈高的魁梧汉子 身披着一副威严庄重的金色甲咒 甲咒表面转刻有不计其数的符络 有些早已失传的古老符文 散发出质朴荒凉的气息 不知道传承了几千几万年 有些虽然历经千年 依旧崭新如昨日 散发出神圣的光芒 一个个符路 镶嵌于甲咒之中 字里行间 像是一条条金色的河流 那些文字 则如同一座座金色的山岳 老秀才有些理亏 缩着脖子 故意左张右望 男子面部富甲 嗓音沉闷道 自我担任碎山正神以来 已经满六千年整 这是第一次 有人胆敢仗剑 挑衅我碎山 秀才 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 老秀才一脸茫然 说啥呀 对于老秀才的脾性 金甲男人 知根知底 懒得多说什么 转头望向陈平安那边 皱了皱眉 他身上的气息 很有渊源 是何方神圣啊 就是他亲自出手 劈砍碎山 老秀才小声说 我劝你啊 别惹他啊 这个老姑娘脾气不太好 金甲男人淡然道 我脾气就好 老秀才一翻白眼 对对对 你们脾气都不好 就我脾气好行了吧 你们哪 一个个就喜欢跟讲道理的人 不讲道理 气死老子了 金甲神人不知想起了什么 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 顿时烟消云散 老秀才叹了口气 这件事情的进货 我就不说了 反正跟小琪有关系 你就 高抬跪手一回 男人 默不作声 老秀才笑哈哈的说 就当你默认了啊 你这家伙呀 啥都不错 就是脸皮子薄了点 喜欢端架子 你说咱俩什么交集 当年咱们可是一起去 偷窥过那位 山神娘娘的真容 没想到 她当时正在沐浴更衣 要不是我仗义 独立承担 那位娘娘的滔天大怒 跟她讲了 三天三夜的圣贤道理 最终以礼服人 好不容易 才让她既往不咎 要不然 你这张老脸 往哪搁 男人闷闷的说 闭嘴 老秀才知道事情成了 也不再得寸进尺 碎山山神的规矩 说是金科玉律 都不过分 能够让这个傻大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秀才觉着自己 还是很厉害 人呢 他就有些飘了 他只向远处 对了 瞧见没 那个少年呢 是小齐帮我收的 闭门弟子 你觉得如何 是不是很不错 反正啊 我是喜欢 性子像极了我当年 喜欢跟人讲道理 实在讲不通 在动手 动手的风范 又像当年的小齐 哎呀 哎呀 你身上有没有酒啊 金甲男人的 审视视线 在少年身上 一扫而过 不是齐静春风了 就是你瞎了 老秀才也不生气 读书人的事情 你们大老粗 懂个屁 金甲男人 应该算是 这座浩然天下 地位最高 势力最大的 五岳大神 只不过实力越强 并不意味着 能够顺心如意 因为他们这类 战力卓绝 地位超然的神灵 尤其是可以不受 香火影响的情况下 在浩然天下 遭受的规矩约束 往往就越大 老秀才曾经 有一段时间 在神像被摆入文庙之前 就负责盯着 岁山之内的 五座大山岳 这既可以说是 清水衙门里的 冷板凳 有些时候 也可以说是 了不得的壮举 比如老秀才 最著名的 三次出手之一 就是以本命字 将一整座 中土大型五岳 镇压的大半 陷入地下 那位靠山极大的 五岳正神 当场金身粉碎 道祖二徒 为此大为震怒 差点就要破开天幕 从天外天那边 硬闯浩然天下 当时还不算 太老的秀才 非但没有躲回 儒家学宫 反而单枪匹马 直奔天上 在两处交界处 跟气势汹汹的 道祖二徒 当面对峙 读书人当时 就撑长了脖子 指着自己的脖子 来来来 你往这儿看 那一趟天上之行 读书人 浑不吝得很 这也能算是 好脾气吗 真要是好脾气的先生 能教出 齐静春姓左的 崔禅这样的 弟子学生 一个有可能 立教称祖 一个离经叛道 一个七师灭祖啊 金甲神人突然问 为了一个 必死无疑的 齐静春 违背誓言 离开功德林 连大道根本都不要了 图神吗 闲人违规 君子备礼 各有各的 惨淡结局 在儒家道统内 自会有圣人夫子 按照规矩教训 但是圣人违心 下场最凄惨 老秀才为了一个 必死无疑的 齐静春 也真是名副 其实地拼出去 一条老命 几乎无人能够理解 明知大局已定 再去做 义气之争 毫无意义 所以这尊金甲神人 哪怕见惯了 山河变色 仍是觉得匪夷所思 老秀才摸了摸脑袋 顺了顺头发 他微笑 我曾经啊 有疑问 让齐静春去答 既然齐静春 给出他的答案了 我这个当老师的 当然不能连弟子 都不如啊 碎山大神 冷笑 少跟我来这些 云折雾绕的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这句话 不就是你说的吗 既然弟子 不必不如诗 你这套说辞 就讲不懂 老秀才伸手 点了顶金甲神人 你呀 死读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小的不 金甲神人气笑了 算他跟你废话 走了 自己保重 他犹豫了一下 实在不行 就来碎山 老秀才一摆手 碎山那地儿啊 拉个十 都像是在亵渎圣贤 我才不去 再说了 如今我确实是 失去了正道契机 没了先前的能耐 可要说 谁想对付我 只管放麻过来 可惜了 如果我当年 有这份规遇 遇上那个 牛鼻子老二的时候 非要抱住 他的大腿 砍我脑袋 不砍我 还不让他走了 哪会事后 吓得两条腿 打摆子呀 金甲神人摇了摇头 是真的 没了说话的兴致 他可不愿意 跟这个读书人 唠叨成年旧事 反正自打认识老秀才 感觉次次遇见这家伙 都必然扫兴 可每次扫兴过后 又难免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奇了怪灾了 老秀才突然喊道 哎 先别走 先别走啊 有事相求 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 你别怕 啊 别怕 你等会 哎 你先别走 别走啊 有事相求 芝麻绿豆大小的事 别怕 金甲神人 二话不说 一道金光 拔地而起 就要离开 这处地界 但是下一刻 他就现出原形 悬停在空中 原来老秀才 死皮赖脸的伸手 拽住了他的脚踝 跟着他一起 悬挂在空中 他只得重新落地 看着站在一边 笑嘻嘻拍手的老秀才 他恼火道 犹如斯文 犹屁快放 老秀才搓了搓手 嘿嘿嘿 我这不是 刚收了个闭门弟子吗 给人家第一印象 估计不太好 就想着 弥补弥补 还给个见面礼 什么的 毕竟很快就要道别了 实在没机会 叫他读书 我还真心里愧疚啊 金甲神人痴笑 帮你准备一样 见面礼 可以啊 这简单 我碎山有那把 失去剑灵的镇月剑 要不要送给你弟子 够不够分量 老秀才一脸毫无诚意的 修乃神色 这怎么能行啊 礼物太重了 我哪好意思收啊 这当然话说回了 那好歹是你这个当长辈的一份心意 你要是一定要强塞给我的话 我可以让陈平安过个一百年再去取 说不定到时候就提得起来呢 金甲神人深呼吸一口气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出手的前兆了 老秀才立即一本正经的说 把描助长怎么行 你这个人真是的 有心就好了 就不晓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我这个小弟子是要负极仗剑游学的 你随便给一块无主的剑劈就行了 要求就一点 拿来就能用那种 可别是什么实境修饰才有资格碰的 咋样 你这个当长辈的 意思意思 金甲神人讥笑 我要是不给 你是不是就不让我走了 老秀才默默的挪动脚步 靠近了金甲神人 握住他的手臂 正气凛然的说 怎么可能啊 我是那种人吗 碎山大神无奈摇头 为了这些个弟子啊 你真是命也不要了 脸也不要了 行行行 我拿我拿 他手腕一抖 一颗拳头大小银块模样的东西 悬浮在两人身前 老秀才脸色凝重起来 没有急于接手 他问 你这趟前来 是不是有所图谋啊 要不然这东西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带在身上 虽然不是什么夸张的宝贝 可对你而言意义非凡啊 你要是不说清楚 我可不会收下 金甲神人双臂还胸 望向南边 你以为我是怎么寻着 蛛丝马迹追过来的呀 老秀才皱眉 不是你到寒高 又与碎山气韵相连 我这边动静稍微又大了点 露出了破绽 才让你有机可乘 金甲神人转过头来问 你真不知道 还是装糊涂啊 老秀才疑惑的说 你这大老粗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卖官子了 啊 我这儿的假象碎山 虽说被人一剑劈开了 可对你那边又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性情刚猛的金甲神人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娘的 那一剑直接劈砍到老子的碎山去了 你现在跟我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虽然在外人看来那一剑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强弩之末 可是老子的碎山 护山大镇何等阎森 全天下有几人能够只凭一剑就传入大镇之内 现在整个中途神州都在议论纷纷 猜测是不是你所谓的牛鼻子老二那边在暗示什么 或是剑气长城的几个老不死来讨要功到了 老秀才目瞪口呆 这么猛 这句话给金甲神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言 滚蛋 他气得一臂横扫 直接将老秀才的身躯给砸飞出这数百里 狠狠的跌落在碎山后山的江水之中 他冷哼一声 一掌拍中那颗不起眼的银块 略向老秀才落水的地方 之后一道粗如山峰的金光 忽然冲开山河画卷的天幕 返回位于中土神州的碎山 碎山后山的江河里老秀才一路悠哉悠哉的狗袍回岸上 肩膀一抖喽 原本浸透的如山 瞬间干燥清爽 他摊开手心 看着那块银定 愁眉苦脸 躺手啊 机缘一事 先生给学生也好 师父给徒弟也罢 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从来不是说给的越大越好 而是刚好让人拿得住 扛得起 吃得下为家 要不然那些个山上仙家的千年豪法 积攒了那么多雄厚家底 代代相传 开枝散叶 今天这个儿子刚刚成为练棋师 就丢给他一件锋芒无比的神兵利器 明天那个孙子根骨不错 就送他一件动辄断山屠城的法器 如此一来 早就要嗷嗷造反了 凭什么这座浩然天下 都要听你们那些学宫书院维护的规矩啊 再者因果纠缠罪凡人 很麻烦 所以老秀才当时才会偷偷收走那根玉三子 事实上 阿良只是没有看出他的真正门道 老秀才才将其交给齐敬春 他自然大有深意 为的就是应付最坏的结果 一旦齐敬春真的有一天八面树敌 好歹能有一个安身之地 只可惜齐敬春到最后都选择不用他 除了不希望牵扯到功德林的恩师老秀才之外 恐怕亦是保护陈平安的后手之一了 逼得老秀才必须亲自跑一趟宝平州 见一见他齐敬春帮先生收取的小徒弟 而那个时候他齐敬春已经死了 哪怕自己先生千里迢迢赶来 对这个闭门弟子不满意 可看在他齐敬春的面子上 以老秀才的性子 多半捏着鼻子都会认下来 以后若是陈平安当真有跨不过的坎儿 老秀才即便自求于功德林 但是稍一两句话出来 还是可以的 但是齐敬春算错了一点 就是没料到自家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功德林 正是为了他 一如他为了陈平安 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同道中人和一脉相承 老秀才一步跨出 就来到了山顶 他感慨道 小齐呀 护段这件事 你可比先生强太多了 嗯 陈平安这个闭门弟子 先生我很满意 思来想去呀 我也是在功德林才想通一件事 我正是欠缺这么一个学生 老秀才默然瞪大眼睛 人哪 老秀才急得直跺脚 突然安静下来 一脸坏笑 哎哟 真是的 我这个弟子岁数还小 哦 好像已经十四五岁了 那不小了 外边好些地方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天空某处 女子微笑道 两次 老秀才装模作样的侧过脑袋 竖起耳朵 是啥 说啥 我听不清楚啊 我这人呢 不但耳背 口齿还不清楚 说话总让人误会 难怪 曾经能教出崔禅 这么个大徒弟 只是在声音消失后 老人转头望向某块巨石 上头刻着直达天庭四个大字 老人收回视线望向山下 我还是想要好好看这大好山河 一千年太短 一万年不长 当陈平安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再次坐在了那座 金黄色拱桥的栏杆上 拱桥还是像上次那么长 看不到头 看不到尾 四周全是云海滔滔 让人茫然失措 无法想象 一旦失足跌落 会是怎样的下场 会不会粉身碎骨 会不会一直下坠到无尽深渊 会不会因为距离地面的路途 太过遥远 如果能够不饿死的话 原本十四岁的少年 摔死的时候 会不会已经十五岁了 陈平安其实一直会想一些 稀奇古怪的事情 只不过因为没有读过书 显得十分土气罢了 白衣女子跟陈平安 并肩而坐 她柔声说 这里曾经是一处战场 大战落幕的时候 打得只剩下这座拱桥 你看那儿 以前那有一座 东天门柱立在那边 挺大的 当时在那里负责守门的家伙 是个色眯眯的汉子 身披一挂名为 大双的银色宝甲 人倒是不坏 就是嘴贱了点 我的第一任主人 跟他的顶头上司打了一架 赢了 当时后者有几个帮手 在远处观战 可是打得所有人 都不敢露面帮忙 陈平安顺着他的手指 看到一处空荡荡的地方 偶尔有流光一彩 一闪而逝 剑灵轻声说 如今什么都没了 陈平安有些神网 他感慨道 这样啊 剑灵轻轻晃动双脚 双手撑在栏杆上 修道修行 辛苦修建缠声桥 为的就是修的一个留住 不要变成光阴缠河里的 一粒尘埃 所以人人都喜欢自称 逆流而上 陈平安 嗡了一声 这句话好像还是听得懂的 好好活着嘛 谁不喜欢呢 他转头笑问道 走了这么远的路 累不累 陈平安认真想了想 累倒是不累 比起小时候 金山采药烧炭 其实还要轻松一些 就是遇到 太过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 总是睡不踏实 陈平安转头开心地笑 不过刚才那一觉 睡得就很踏实 以前在小镇里虽然穷 但是每天倒头就能睡着 如今陪着宝平 他们一起远游 可不敢这样 就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他继续问 就没有怨言 陈平安想了想 学着身边的神仙姐姐 双手撑住栏杆 晃动着双脚 望向远方 他轻声说 有啊 比如一个叫周禄的女孩子 怎么可以那么不善良 一个身穿嫁衣的女鬼 只因为觉得自己心爱的男人 不爱她了 就害死了很多过路的书生 如果当时不是宝平 他们在身边 我早就使出一缕剑气 杀掉她了 其他事情 不好说是怨言 谈不上 可还是会有些心烦 比如 李怀读书总是不用功 怎么劝也不听 真不知道当初齐先生 怎么能忍着不揍的 还有吃过了 好吃的山珍海味 这些家伙一个个 就不爱吃我煮的饭菜 我其实挺郁闷 油盐很贵呀 还有我去河边钓鱼 又不能挑时候 经常钓不着几条 每次回去看到他们满脸失望 我就会特别委屈 如果不是想着不耽搁 你们的游学路程 给我一两天的时间 去打一下窝子 守着夜好好钓 多大的雨我都能钓上来 最近的 就是临手一生气那次 其实我很心虚的 虽说主要是为了他好好修行 可是我也是有自信的 因为有人告诉我 我的长生桥断了 这辈子可能都无法修行 但是我不愿意就这么放弃 一是答应过神仙姐姐你 以后要成为飞来飞去的仙人 二来是我自己也很羡慕阿良他们 就像李怀说的那样 踩着一把剑 嗖嗖嗖飞来飞去的 想去哪就去哪 多帅气多威风 我当然也想了 高大女子安静的 听完少年的心事 打趣道 哟 你也会替自己考虑事情啊 少年眯起眼 尽量望向远方 当然 我爹娘去世后 我一直就在为自己考虑 想为别人考虑都难 其实是遇到你们之后 我才变成这样 跟人打架 买下山头和店铺 读书识字啊 做小书箱啊 走庄练拳啊 花钱买书啊 挑选路线啊 磨刀喂马啊 每天都忙得很 但是我不后悔 我很开心 陈平安 他喃喃道 就是有些想念他们 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剑林同样感慨了少年说过的那句话 这样啊 陈平安突然转头低声说 沈仙姐姐 我现在有钱 很有钱 他哑然失笑 只是记起少年的成长岁月 便很快释然 光是大年三十一定要贴张春联 这么大点的事情 就能让少年碎碎念叨这么多年 那么有了钱 当然是顶开心的事情 少年突然眼神坚定的说 沈仙姐姐 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 剑林侧过身 伸手放在少年的脑袋上 温柔道 能够遇见你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他似乎一犹未尽 干脆弯腰俯身 用额头抵住少年的额头 单纯的少年 只是有些天然害羞 想挠头又不敢 他笑着收起姿势 最终 剑林和少年 一个光脚 一个草鞋 就这么一起望着远方 摇晃双腿 时光流逝 浑然不绝 假若以今日 作为光阴长河的一处渡口 往上逆流而去两万年 若论剑林杀力之大杀气之盛 为他独尊 高出天外 老秀才脚尖一点 一步掠过八百里山河 飘然落在之前 陈平安递剑的地方 开始漫步 抬起手臂 手指弯曲 看似随意的敲敲打打 像是在扣向门飞 只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老秀才 才收起手 无奈的说 不讲究啊 此等行径 无异于在别人家里搭帐篷 罢了罢了 我等着便是了 老秀才开始 耐心的等待剑林的现身 漫长的等待 老人站在原地 思考一个难题 并不显得焦躁 空中浮现一阵细微涟漪 只见高大女子 一手抓住陈平安的肩膀 从飘渺虚空中 一步跨出 老秀才回过神来 第一句话就是 我认输 不答了 反正其余两件出不出 已经不重要 对吧 剑林似笑非笑 那么你的两次挑衅呢 怎么算 是不过三吧 剑林举目望向岁山方向 是新一任岁山大神 担任这尊神位多久 六千年整 之前三千多年 你方唱把我登场 乱成一团 威严尽尸 岁山这座冬月 换了三个主人 最乱的时候啊 曾经被视为 魔教道统的一脉势力 直接给揪占雀巢 真正是礼仪崩坏的 混乱局势 现任 现任 岁山大神 能够坐稳六千年 虽说有运气成分 但更多还是凭借他个人的恐怖战力 拳头够硬 又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谁不忌惮几分呢 剑灵鸡笑道 李月崩坏 是你们三教分赃不均 还是浩然天下内部 出现了正邪对峙 那位李盛呢 以他的脾气 怎么可能袖手盘观 老秀才叹息一声 一言难尽 不提也罢 高大女子双手负厚 比仪神色更善 大局已定 自然就要内讧 好一个大道之争 百家争鸣 热闹是热闹了 结果如何 世道果真变得更好了 老秀才瞥了眼 白衣剑灵 极为硬气的 直接了当道 儒家道同内部 自然算不得清澈见底 并非皆是人人君子 可我儒家先贤 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 说是呕心立血也不过分 故而始终正本清源 你绝不可一言否决 剑灵完美道 这算不算第三次 先前颇为老不正经的 老秀才这一刻 竟是半点不退让 他淡然道 在这件事上 你要是觉得不对 我可以跟你讲 百年千年的道理 你用剑讲你的道理 也无妨 剑灵仔细打拎着身材 并不高大的轻瘦老人 你当真散尽了圣人气韵 只余下魂魄 将这座天下的人间 当作寄生之所 老秀才沉默了片刻 对 剑灵收起 由人而生的那股 杀性杀心 眼神复杂 这么多年 就只有你们两个做到 但是我很好奇 你是推崇 那个家伙的选择 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前者可能极小 涉及到你们的大道了 我估计儒教道统内的老头子 哪怕这不是什么美差事 也绝不会让你成功 老秀才平静道 剑贤思齐 天经地义 他思量片刻 转头看了眼 陈平安 不但初中已经达成 还远远超乎预期 看在你做出 这个选择的份上 当然最主要 还是看在 我家主人的份上 余下两件 就先余着 以后哪天 我又突然看你 不顺眼的话 心仗旧仗 一起算 一直脸色紧绷的老秀才 煞时间破功 一拍大腿 他笑道 鱼着鱼着 鱼着好啊 老百姓人家 大年三十的时候 都姓这个 碗里啊 剩下一点饭菜 故意鱼着留给明年 兆头好 寓意好 老人怎么看 都像是一副 劫后余生的欢快模样 千灵对此不以为意 他冷声道 开门 老人一扶袖子 率先大步走去 冷声道 阳天大笑 出门去 陈平安记起一事 小声问 我当时那一件 是不是很差劲啊 那座大山好像动都没动 老前辈先前说 练剑资质好坏 就看能收到几个字 虽然我本来不愿意接受他们 可他们也不乐意靠近我呀 这是不是说明 我练剑天赋 跟练拳一样很普通 陈平安越说越难过 老前辈还说 我如果拖后腿的话 当时哪怕拥有十镜修为 那一剑劈砍出去 也只有七八镜的效果 豪言壮语 可以张口就说 可天底下的难事 难就难在 需要一步一步走 倪平向的倪腿子 陈平安 实在太理解这个道理了 剑灵伸手捏了捏少年的脸颊 笑眯眯的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陈平安仗红着脸 欲言又止 剑灵早已与这少年心有灵犀 他拉起少年的手 缓缓走向那扇 山河花卷的大门 主人知道了 以后当着某位姑娘的面 我肯定不会这么放肆 省得他冤枉了你 把你当作建议思迁的浪荡子 少年灿烂而笑 既有如是重负的轻松 也有跟他成为交心朋友的开心 高大女子突然转头 有些忧怨 可你就不怕神仙姐姐 感到委屈吗 少年想了想认真的说 我会跟你说对不起 但是有些事儿 我觉得就该是那个样子 剑灵愁容满面 竟然有了几分 渲染玉气的模样 陈平安虽然有些手无足措 但是眼神坚定 紧抿其嘴唇 不愿意因此改变初衷 剑灵突然开怀大笑 朝少年伸出大拇指称赞道 帅气 陈平安怯声声地问 真不生气 他牵着少年的手停下脚步 站在那扇大门口 突然弯腰一把抱住少年 他满脸洋溢着暖洋洋的笑容 像是一个最喜欢睡懒觉的家伙 在大冬天躲在温暖被窝里呼呼大睡 那种幸福的感觉 真是无法言说 他才不管陈平安是什么感受 他欢快地说 呀呀呀 我家小平安 你可真是可爱似了 少年瞬间如遭雷击 一动不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想 神仙姐姐 神仙只是第一感觉 其实姐姐才是陈平安心底的感觉 主旦 说不信心底的感觉 中国人和北京人 我们不可能会变成感觉 我不能会变成果 传统不特别的心底